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今天晚间接受电视专访 对于外界质疑他蓝皮绿骨 王金平反驳甚至首度在节目上标粗口 有些人说我蓝皮绿骨 我说去你的 我怎么会是蓝皮绿骨 他也认为外界常称以前的立法院是王科体制 这个说法不太正确 王金平指出担任院长期间 各党党边都会找他研究 商量各式议题 他也都是依照法律规定主持协商 并依照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 跟大家好好沟通 讨论若协商到最后不能妥协的 就诉诸表决 这是所谓民主核心精神 他在院长任内是彻底执行 他也提到各党党边来找他讨论 但不见得大家都听他的 像这次的前瞻预算 民进党团从赵柯建明来过好几次 他也请国民党团干部林德福和林维州来 大家也没办法达成最后共识 民进党最后强力通过 才引起现在议事上的很多争议 王金平说 很多人说他是蓝皮绿谷 去你的 我怎么会是蓝皮绿谷 绝对没有这种事 他身为国民党中贞党员 主持议事绝对是中立的 除了要刀容不同声音 也要提出公正大家都能接受的协商结论 也因此难免跟在野党的人往来 考虑他们立场才能圆满 说他蓝皮绿谷是大大误会 谈到马王阵争时 王金平态度转趋低调 仅表示他是国民党党员 党内要拿掉他的党员资格 他只是要维护自己的党员身份 我不与人争 人家要把我拿掉 我要正当防卫 也因此他对外也不曾公开回应过这件事 王金平也说 事后证明 这对他来说是个假议题 高等法院检察官已签结此案不上诉 主持人胡忠信问 当时窃听柯建明的英党中 王说道我列财小一 台语 我不理他 让当时总统马英九很不满 是否成为后来马王正真的导火线 王金平仅说 我想这是静英立法院前院长 王金平今天晚间接受电视专访 图翻设电视台画面分享